鄭重泰 主席,我認為其實一直以來政府用這種偽選擇的方法 去避免承擔任何的法律責任 這是我用一個字眼的卑鄙的做法 事實上我不是在說不相信科學 而是具體已經眼前的,譬如最近 港大的微生學系團隊有研究過的就是 他們用老鼠去做一個實驗 以復必泰的注射 例如在一個靜脈注射的情況下,更大機會引致心臟問題 即是在講心肌炎 當然,近日其實都有一些失誘報道或者坊間流傳 特別是多我們的學童和青少年 在注射了復必泰之後 是出現心肌炎或者心包炎 為什麼相關的科學研究的話 其實政府是沒有完全正視過 那個不是單純的就是一個坊間流傳 我都很相信是一個科學研究團隊 我想問局方的就是 剛才你回應我那一堆東西之後 其實你有沒有真的探討過 實際的科學研究 帶給你的信息呢? 我想問他有沒有去問過港大的微生學系團隊 是不是學童是不適合注射復必泰的呢? 謝謝主席 局長 主席,謝謝鄭松泰議員的問題 其實我們一向是對於疫情的控制 疫苗的接種 以及疫苗接種後的如果有任何不尋常的事件 又或者是一些副作用 一直都是以科學為本 我們當然有跟香港大學微生物學系 又或者香港大學甚至乎是中文大學 以及其他大學有做關於疫苗研究的 所以是保持密切的溝通 如果說回香港大學微生物學系 剛才鄭議員所提及的那個研究 是說用一些老鼠作為一個 靜脈注射之後的一些研究 然後發生一些結果 這個我們都有詳細看過 也都有跟袁國勇教授談過 一般來說我們現在做的 我們打的疫苗不是用靜脈注射的 是肌肉注射 當然在打針的一個技巧 也是倒抽 也會防止有任何有機會 令到進入靜脈裏作出一個保障 所以現在在我們的疫苗接種中心 其實同時都已經採取這個做法 所以我們一定是有正視所有不同研究結果出來給到我們的一些數據 以及對於我們防疫抗疫工作的一些進展或者一些建議 我們其實都是一直以科學為本去處理我們的防疫抗疫工作的 主席 我問他有沒有探討過關於這個研究在學童範疇的影響 如果他清楚研究他就應該問 請你提出了問題 請你坐下 請你坐下 局長有沒有補充 主席 主席 其實對於學童的接種疫苗 一直是劉雨龍教授 其實都有一個研究是一直處理著的 所以我們其實有多個專家委員會一直都會檢視著 現在我們在疫苗接種 無論是大人或者是小朋友 他們會有可能發生的 例如如果有一些異常的報告 或者是有一些副作用 有些什麼特別的問題 其實我們一直都是有監察的 多謝主席 陳沛言議員 主席 醫學界普遍認為在高危場所工作的市民 好像老人及殘疾院社 醫院學校等職員均需接種疫苗 以保護自己和身邊的人 我想問局長 政府怎樣提供誘因和辯民的措施 以鼓勵而不是強迫更多員工打針 以達至我們整個香港的整體的利益 請問局長 主席 主席 多謝陳沛言議員的問題 其實政府一直都是多管齊下 去提高疫苗接種率 一方面我們希望做更多的解說 令到相關的員工或者市民 他們明白接種疫苗的重要性 不僅是為了自己 亦都是為了自己周圍的人 當然有些前線工作的員工 尤其是他的工作性質特別風險高的話 我們更加希望他們要求接種新冠疫苗 至於誘因方面 亦都是另外一件事 我們一直都有提供的 如果我們看回 當然在社會上 整個商界或者各行各業 很多都是有自己提供一些誘因 去令到市民或者員工會接種 而我拿醫管局為例 醫管局亦都是有提高一個誘因 例如好像抽獎 亦都是跟隨政府 都會有給一個疫苗的假期 令到當員工去接種的時候 是更加方便 以及如果稍後 接種原有不適的話 亦都可以作為休息 所以一直都是 除了有要求之外 亦都有提供誘因 亦都是提供便利 多謝主席 張宇仁彥 局長的答案 其實現在全世界有這麼多變種 似乎大部分全世界都希望 將有疫苗的都希望全民打完疫苗 因為似乎無論你打了好 更加多人不打好 增加你的抗體 這個病毒似乎是走不掉 和不停地變種 而疫苗還是最有效 但是看到局長的答案 在第三大段裡面 講到公務員和政府員工醫管局 安老殘疾人士 在我未問的問題 我也想跟局長講講 剛才你也講了 其實政府給有恩 我們商界一早走出來給有恩 我飲食業 這麼辛苦 都出來給有恩 給員工去打枕 但是這個答案 去到我現在要問你的問題 就是 但是去到中學、小學、有兒院、幼稚園、特殊學校、員工 你也說要他接種 九月一日起 他如果不能夠接種 檢測要自行 這個自費 其實我想問局長 有錢大了嗎? 其實現在的中學、小學 剛才我們有些同事都已經暗暗說不應該 弟弟給他打針 既然又不應該打 也都十二歲以下沒得打 其實我們起碼小學、幼稚園、教職員 是不是應該打針 不是他有錢做檢測就可以 要打針 他不打針 我覺得你在599有權 叫他不要上班 因為個人 老師好、教職員好 個人的利益 凌駕不到社會整體的利益 包括我們的學生 需要上學 包括我們的學生的家長 有的需要 你是不可以 也都不應該看著教育局 說你沒有七成打針 我就不開全日學了 我覺得真的很混帳這個說法 我不是說你是局長 我覺得你應該反映一下給教育局局長聽 這些事要大家嚴厲一點去行 我們要保障我們的兒童 一定是應該要全部打針 局長 多謝張宇仁議員的問題 對於學校教職員的接種率 其實我們都多次呼籲 雖然我們都要求一些前線的員工去接種疫苗 如果身體有問題不能接種的話 可以用檢測代替 但是其實大家都要明白 我也是同意張議員所說 其實現在接種新冠疫苗 基本上都尤其是前線的員工 或者是前線的工作人員 是要接觸很多人 其實除了為自己之外 都是一定要提供接種率 是為我們公共衛生的考慮 亦都是保障香港醫療系統和社會 是築起一個屏障為目標的 所以我們對於無論是教師也好 其他的前線醫護人員也好 以至到經常接觸很多人的同事也好 其實都是希望他要接種新冠疫苗 所以這個目標真的不僅止於七成 而是希望是越來越高的 當然我們一直都是會去監察整體的情況 亦都會把張議員的意見 我們都會反映教育局 亦都會一直看著他們的同事的接種率 我們了解到由教育局的資料進一步 如果去分析官校方面的數據 直至到八月中 他們已經是接種了第一劑的教職員 每年都有是八成三的 所以可能隨著時間的關係 那個接種率是會提高的 我回去也會跟教育局談一下 了解一下他們有沒有其他教師的 最新的接種率的一個數字 或者這個他們已經是慢慢提高 但是我亦都是同意 就是說我想其實各行各業 尤其是我們都說了那些 風險比較高的 其實我們都希望他們的接種率 是最少都是如果能夠去到九成 好像現在我們醫管局 已經是超過了九成了 整體的接種率 大家才能夠安心 也都是對我們整個社會 能夠恢復經濟和市民的正常活動 一個有利的條件來的 多謝主席 謝謝